台湾近期本土确诊数字维持在稳定低点 不少民众也期待7月26号可以顺利的降级解封 由于全国实施三级警戒以来严重冲击了餐饮业 传统餐厅的业绩甚至只剩下一成 纷纷期待政府可以伸出援手 随着防疫规定逐渐松绑 不只民间有声音希望再普发纾困金 现在也有消息指出行政院严理再次发放振兴券 根据了解国发会与各部会已经开始进行盘点跟规划 预计本周就会择日开会讨论相关内容 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 现在还在三级警戒中不鼓励民众出来消费 等时间到了就会有方案出炉 餐厅外头摆出告示牌 疫情期间仅限外带无法内用 对传统餐厅影响好大 眼看疫情慢慢趋缓 业者期待振兴方案能在解封后尽快上路 受到很大的影响 我们疫情期间大概受到了 应该说业绩大概剩一成 大家在收到证券的时候一定会来做使用 内容中央下就算有证券 其实是对我来说会有太大的意义 对它只会流向一些可能家电电器之类都在想 业者叫苦连天 传出行政院也预计优先抢救餐饮业 先请国发会与各部会盘点规划方案 虽然日前朝野都有声音 呼吁这次能普发现金 但考量振兴效果效益较低 朝向再度发放振兴券 预计本周将择日开会讨论 我们去年发行三倍剑 非常成功 人民参与的程度达到99%点多 带来1000亿的经济效益 还不能鼓励民众出来消费 时间到了自然会推出来 的确十几点还没到 各地方政府也还没开放内用 民众期待值已经很高 5000到1万应该都可以吧 赶快解封不要再关了 关下去会发疯了 有就好了 我不会觉得说要哪一种 早不要低于之前 之前不是都3000 各行各业期待疫情后 生意能谷底反弹 但三级警戒还没有解封 就怕急着振兴 让疫情再出现变数 记得站全流未成台报道 高雄连续17天嘉陵 但是古山区一场天地 却在昨晚临时接到了 卫生所通知 必须要币电清销 隔天一早一场天地 就紧急地暂停营业一天 全管大消毒 让当地的居民非常地担心 就怕嘉陵会破功 卫生局表示 昨晚收到了新北市府的通知 说六月底 曾经由北部确诊者足迹 到过一场天地 尽管时隔三个礼拜 但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立刻停业请求 从电梯按钮 再到紧急逃生口 人员全副武装 执行清销作业 最重要的厕所 同样不放过 一间一间推开门 由上到下 来来回回 喷洒消毒水 高雄古山区一想天地 突然大门深锁 闭馆清销 消息一出让大批网友 和当地居民议论纷纷 一定担心的 大家自我房屋也做得很好 应该是还OK 有人担心连续17天 贾陵会破功 有人则是乐观以对 原来一想天地 18日晚间 临时接获卫生所通知 19日暂停营业 全店消毒 如此紧急 就是因为6月底 曾有新北确诊者 足迹到过一想天地 因为昨天晚上接到 新北市政府的一个通知 那有一位确诊个案的足迹 在6月底 曾经到过一想天地 那在慎重起见 疫调的同时也通知 一想天地进行必要的一些清销 尽管时隔三周 未来安全起见 依旧停业清销 疫调结果临时通知 即使立刻闭馆消毒 看在民众眼里 未免有些亡羊补牢 记者柯成浩 高雄采访报道 台北市长贺文哲 周日在电视专访中 抛出了北市府 研拟自购第三剂疫苗 锁定mRNA来对抗 Delta变种病毒 研拟编列80亿的预算 其中40亿用来纾困 另外40亿不排除 举债买疫苗 柯毕上午到台北仍总 感谢院方数次协助 大规模PCR筛检 谈到疫苗采购进度 强调将先编列预算 观察疫情 但被问到关键的管道问题 强调都有准备 但不需要拿出来制造问题 更以待保留的说 国家做得好 用不着我们 却被民进党 北市议员简书陪质疑 柯文哲是为了要制造商量 终于台北市要主债 如果要买第三剂 原则上要买mRNA 一概先前态度 柯文哲不排除 北市府自购疫苗 19号上午 亲赴台北隆重 感谢院方协助 数次大规模PCR筛检 但外界最关心 依旧是北市府买疫苗管道 什么事情都有在准备 只是说也不需要拿出来 制造社会的 这怎么讲 太多疑问 疫苗能量的工资没有起家 所以有在谈 只是说我觉得这样 通常国家做得好 就不用 用不着我们 话里话外 暗指中央疫苗采购进度 北市府抛出面对肆虐 全世界的Delta病毒 沿你编列八十亿预算 其中四十亿用在纾困 另外四十亿想买mRNA疫苗 甚至举债都要买 预算可能要先安排 还有半年的时间 让我们观察说 台北市到底要不要准备 第三剂的疫苗 台湾力拼疫苗覆盖率 只是柯批说法 却被民进党议员质疑 有政治盘算 解决群聚是打疫苗 要暴力是解决 然后要拯救自己的声量 是丢出举债八十亿 要来采购第三剂的疫苗 你真的把台湾人民当笨蛋吗 中央如果做了 OK我们就不用担心 但是如果中央没做 我们还是要 我们还是必须 为我们自己的情绪做一些 是我们大概抓的一个数字 但是还没有讨论得很详细 因为到底要多少亿 因为中央是几千亿 应对未来疫情 柯文哲在出招 县市政府自购疫苗 不论能否达成 都先引爆广大讨论 接送五香三台湾到 暑假已经过了一半 九月就要开学 台北市长柯文哲 在节目专访的时候表示 北市的中小学 要为九月做好准时开学的准备 目前计划采用 线上线下混合班 假设一个班级 有25个同学 有5个到校 另外20个维持在家里线上教学 认为这样子可以减少 病毒的传播风险 不过消息一出 就引起了部分家长反弹 质问到校上课的名额 难道是要先送先赢吗 更有人哀嚎 家长的噩梦 还要再继续下去 而部分学校则表示 实体课程的教学 对比线上教学 无法被取代 但为了顾及学童的安全 也会滚动式来应应 眼看九月就要开学 台北市长柯文哲 日前接受节目专访 抛出震撼弹 他说北市的中小学 要为九月做好准时开学的准备 目前计划是采用线上线下混合班 消息一出 掀起家长们热烈讨论 小孩在家对父母来讲 就还是有很大的负担 所以应该会造成一些影响 很困扰 小孩应当是送学校 比较安全 所谓的线上线下混合班 柯文哲表示 假设一个班级有25个学生 就只让五个学生到校上课 而这五个人是在家 没有人照顾的学生 剩下的20个 则是维持在家线上教学 在疫苗接种含概率 还不足的情况下 柯文哲认为 这样可以减少传播风险 只是这样的想法 立刻在网络掀起讨论 有人认为老师会比较崩溃 因为上课还要同时直播 也有人说 到校上课的名额 难道要先送先饮吗 更有人哀嚎 家长的噩梦要继续下去 而学校端则表示 目前针对各种上课方式 都会提前步数 滚动式调整 分流部分也会合理的分流 那我们也会找到 这个家长会 跟家长代表一起来沟通 那找到最好的方式 希望是三种方式来进行教学 第一个还是居家同步的直播 这个是一定会做的 另外就是我们希望说 跟电视公共频道 做一些公播的一些教学 线上线下混合班的规划 就怕为了争取 到校上课的名额 而衍生出公平性的问题 该有什么配套 也得仔细盘整 记者中等 点不上 点不上